10月24日,何游君在社交网上发长文,宣布了西梦瑶生子喜讯。 第二天,由港媒曝光了一份西梦瑶在香港某著名私立全科医院生子的费用清单,约花费50多万人民币。 50多万生一个孩子,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 但是对赌王何鸿燊家族来说,这点钱真是算不上什么。 特别在对比,同样是在该医院休养生息的何鸿燊这些年所花的钱。 这更是不足以为道。 据港媒估算,在该著名私立全科医院疗养的十年间,赌王何鸿燊的开销保守估算都要超过两亿港币。 何鸿燊目前所住的这个总统套间,24小时都有看护照顾何鸿燊,并有医生来寻防,力求保证何鸿燊的健康。 重要的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救治何鸿燊。 民国娱乐整理报道。 10月26日,华晨宇在社交网上分享了一张寸头照,清爽帅气,并配了一个白眼表情。 照片采用黑白照,剃成寸头的华晨宇,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眉清目秀,但依然酷镜十足。 加上有点腐蚀的角度,看着镜头,满满的不羁和帅气。 此前,华晨宇曾放华晨,演唱会加场后,自己再抢不到票的话就剔秃。 结果抢票当天,华晨宇发文说自己睡过了。 如今,华晨宇主动晒出寸头照片,兑现承诺,果然真性情。 对于华晨宇的演唱会,粉丝们都很期待。 当时演唱会门票预售的时候,刚刚售票一会儿就被一抢而空,就连华晨宇本人都没能抢到票。 虽然家场,但仍有很多粉丝没能抢到票,可见华晨宇是多么的受欢迎啊。 米谷娱乐整理报道。